OK,那么在往下呢,要给大家说的就是Redis数据库呢,它怎么进行一个安装啊,怎么进行一个配置,哎,这部分的话,我们是让大家,你要了解这个Redis环境的一个搭建啊,那么在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上面呢,我们给大家,首先啊,那么Redis最新版本呢,它是这个4.0的啊,四点几的一个版本,那稳定版本呢,就是这个3.2啊,3.2,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下的就是这个3.2.8的啊,这样一个包, 好,那么你要去安装这个Redis的话,首先使用wget这个命令啊,从这个链接上面呢,把这个包呢,给它下下来啊,就把这个包在这边呢,给它下下来,你就使用这个命令啊,直接呢,就使用这个命令啊,使用这个,少写一个wget啊,wget啊,ok,那么这里面就在下载啊,然后ls,你会看到, 这个包呢,已经下载下来了,好,那么下载下来之后,下面怎么安装呢,首先先把这个包呢,进行一个,解压缩啊,直接就是TAR,然后呢,写上一个啊,Z,XVF,Redis,下面呢,好,解压缩,解压缩之后呢,你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包,对吧,看到这样一个包啊, 那么,有了这样一个包之后呢,下面干嘛呢,把这个包呢,给它移到这个,UserLocal目录下啊,斜杠UserLocal,下面的Redis下面去啊,那这个我看一下,我之前有没有移过去啊,CDUser,然后呢,有一个Local,Redis啊,ok,我之前已经移过来了啊,你就把,你就使用这个命令啊,使用这个命令,把解压后的包呢,把它移到这个,下面啊,把它移到这个下面啊, 然后呢,你就可以呢,去进入这个,目录,那么,进入目录之后,下面第五步呢,叫做使用,sudo make呢,进行生成啊,这是什么意思啊,那么,Redis呢,我们说,它是用这个,C语言编写的,哎,一个程序啊,那么,你要去使用它,需要先对C语言呢,进行一个编译,哎,这个呢,就使用这个,make啊,先生成,先生成,就在这边,挨出这个,sudo make啊, 啊,那么,这里面,其实我已经做完了啊,它这个,所以我这个比较快啊,我已经做完了,那么,做完之后呢,怎么了,再执行这个,make test啊,进行一个测试啊,那么,这一段时间呢,可能比较长啊,可能比较长,直接呢,就是C语言,然后呢,写上一个,make test啊,你这样一敲,它就进行一个测试,它的依赖啊,看你这个有没有问题,那么这个呢,哎,时间是比较长的啊,我这个就直接停掉了啊,啊,你停完之后,你把这个测试完之后呢,下面安装怎么安装啊, sudo make install啊,sudo make install啊,那么,这样的去做啊,那么,这个呢,注意这个,讲义有点问题啊,就是把这个,你使用这个sudo make install,在你这边啊,直接使用这个sudo make install啊,去安装好这个东西之后,那么,你注意,这个东西安装在哪里呢, 啊,它是安装在这个,user-local啊,不是安装在user-bin下面啊,是安装在user-bin下面啊,是安装在user-local,你这样一安装之后,你去到你的cduser-local-bin啊,哎,它就在这个安装在了,它的可执行程序就被安装在了,这个目录下方啊,这个目录下方啊,不是这个啊,之后我们改一下再发给大家啊, 啊,然后,你,你把这个,装好之后呢,下面你进入cd,user-local-bin,然后呢,你可以呢,通过这个ls,然后呢,写上一个,哎,哎,然后你在这里面,ls啊,干我们的啊,好吧,那么,在这里面呢,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几个程序啊,这么几个程序啊,好,首先,那么,redis-server,最重要的是这俩,redis-server和redis-server, 那么,那么,这个,这个,redis-server呢,是我们redis的服务器端的程序啊,你就通过这,启动这个程序就可以启动一个redis的服务啊,那么,redis-cli呢,它是,它,redis呢,给你提供的一个命令行的客户端,哎,你可以启动一个服务之后,你可以使用这个客户端呢,去连接这个,服务器啊,连接服务器,那么,再往下,这里面呢,我们就可以,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几个啊,redis啊,bench啊,mark,这是redis的性能测试的一个工具啊,确实的一个工具,那这个呢,我们大家做一个了解,然后呢,这里面还有一个redis点,横杠啊,checkalf,它是这个alf文件的一个,修复的一个工具啊,那么,还有一个呢,redis.check啊,rdb,这是rdb文件一个,修复的工具啊, 那么,我们的,给大家说呢,我们的,redis的,它的数据呢,可以进行持久化啊,那么,它持久化的文件呢,就是,redb的一个文件啊,就一个文件,这三个,我们主要用的是这里啊,这三个呢,你作为一个了解啊,你知道它,那么,现在呢,把你这个redis呢,去装完之后,装完之后呢,你就可以呢,去进行一个配置, 但是配置的话,你首先,你需要先把它的,配置文件呢,给它移到这个,etc下面的redis,目录里面啊,目录里面,这个呢,就是在这边,找到啊,回到我们的cd,用的local,然后呢,有一个,redis啊,好,回到它之后呢,这边有一个,它默认的一个,配置文件,你就可以呢,studio,jcp,然后呢,redis.config,把它拷到这个etc下面呢, redis,下面的redis.config,就把它拷过来,好,拷过去之后,那么,你就可以呢,进行下面的这个,配置啊,进行下面的配置,OK